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哨 2016年7月12日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 判菲律宾胜诉 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 消息一出 立马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反对南海仲裁结果的行为 再一次向世界宣告了 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而抵制侵犯行为也是从古就有 在古代又有多少种表示侵犯的说法呢 首先 亲和犯都能单独表示侵犯的意思 如象子牛三亲鲁地 意思就是象子牛多次侵犯鲁国的土地 贱犯乃死 重复国 贱犯就指被侵犯 重是更加的意思 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 等到被匈奴侵犯以后才死 更加对不起国家 接着看看扣字 它常见于日扣 贼扣 盗扣 这些名词中 名词的扣指入侵者 而扣作动词 当然就可以指侵犯了 如 吐蕃发十万兵 扣西川 意思就是 吐蕃发十万人的兵力 来侵犯西川 再来看看这个词 世强凌弱 它指的是 侵状强大的 侵犯弱小的 可见 零字也有侵犯的意思 如 承继勇兮又以武 中刚强兮不可灵 就可以翻译为 我们实在既勇敢 又富有战斗力 始终刚强 没人能侵犯 那侵犯一个国家的领土 也常常被称为 践踏一个国家的领土 而与践踏意思相关的词语 数量十分庞大 首先 踏字能单独表示践踏的意思 如 人马腾踏 死者四五万 句子就可以翻译为 神马腾脚 践踏死的人 多达四五万 而剑字呢 不仅能与踏祖词 还能组成其他词语 也表示践踏的意思 咱们来看这个例句 毛文龙用兵不满一千 不移意识 扶炮激发 使奴自剑剑 句子的意思是 毛文龙调遣兵力 不够一千人 不发一剑 仅仅靠埋伏火炮 以弩机发射 就是敌贼自相践踏 从这里可以得出 剑剑也是践踏的意思 再来看下一个例句 牛羊剑驴多心草 灌溉雍戎半旧青 句子就翻译为 牛羊践踏了大片春草 车马驰骋从容 一半是旧官 这一的剑驴 同样也是践踏的意思 再来说说五岛的岛字 它也是竹字旁 说文解字说 岛见也 可见岛也有践踏的意思 长舌风史 岛月中也 风史指的是大猪 句子的意思是 长舌大猪在原野践踏奔跳 而导戒一词 也和上文提到的见解一样 也表示的是践踏 雷兵为人马所导戒 献泥中 死者慎重 就指的是 那些体弱的士兵 被人马所践踏 献在泥中 死掉的很多 再来看个自行复杂的列字 它丛足 列生 也能表示践踏的意思 如淋于阵兮 列于行 就可以翻译为 敌人侵犯了我们的战阵 践踏了我们的行列 接着往下 柔令也是践踏的另一种常见说法 令字也能单独指柔令践踏的意思 如 窝令江南 赵文华出世诗 书见顺之 意思就是 窝寇践踏江南的时候 赵文华出任军队统帅 他向皇帝尚书推荐唐顺之 而柔字除了能与令祖词 还可以组成其他词语 还是柔令践踏的意思 如 故贼常得善目 而我常识其柔剑之鱼 此无马所以弱也 其中的柔剑也指的是践踏 句子的意思就是 所以贼军常常得到好的目的 我军常见贼军践踏剩下的目的 这是我军马弱的原因 其池塘竹树 冰车柔促 肺而为秋须 这个柔促 意思也是践踏 整个句子是指 洛阳的池塘竹树 遭到冰车的践踏 倒塌变成了废墟 好了 各式各样的侵犯 各式各样的践踏 舍军已经讲了不少 来总结一下吧 侵犯都能表示侵犯的意思 而日寇贼寇的寇 做动词时也是侵犯 事相凌弱的灵也有侵犯的意思 而关于践踏 表述的方式就更多了 首先踏字可以单独表示践踏 而践字呢 除了能与踏祖词 复合词 见见 见旅也都是践踏的意思 舞蹈的导字也有践踏的意思 而词语导见与见见一样 也是践踏之意 字形复杂的列字 也可以表示践踏 柔练是践踏的另一种常见表述 另字可以单独表示践踏 而柔字的复合词 还有柔见柔促 见呀见踏呀踏 认准的足字旁 见他的意思就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了 至于侵犯 要记住的就只有四个字 这都记不住 还咋好意思支撑学霸呢 还好呢 好吗 好吗